一个村成为观众印象体验地 市面有那么大的盆子 一条街汇聚上百种观众美食 酥脆脆脆的特别香 如此传统的炸油方式您见过吗 这个油比较沉重沉香 烧火的工具变成了跳舞的道具 这样特别又欢乐的表演您见过吗 半个小时 白天的琴枪小曲 晚上的流行歌曲 传统与时尚 在原家村究竟能够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本期《香土》 我们将带您一起走进 陕西省李泉县的原家村 体验观众的风土人情 请走山林千墨 品味 品味农耕文化 创新休闲业态 全县的原家村 那这里就是远近闻名的小吃街了 听说这里有上百种美食 即使是一天吃三顿 吃上三个月也不会重样 那作为本次修宪农业精品地图的其中一站 原家村的特别之处还远不止如此 接下来我就带您来原家村里转一转 作为观众印象体验地 原家村其实就是观众地区 人们生活方式的缩影 距离西安七十多公里的李泉县原家村 是一个普通的村 也是一个神奇的村 这个曾经落后的小村落 靠着创新探索 努力奋斗 变成了人们心目中观众印象的体验地 成为了休闲农业的好去处 在一条街上吃遍观众的美食 在这里并非不可能 来到原家村 几平方米的小店铺有近百家之多 而且家家不重样 各有特色 冬季的清晨 吃上一碗热乎乎的手工挂面 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人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整个制作过程 这样一碗带着诚意的挂面 在原家村只需要五元钱 金黄酥脆的散子作为零食 一直是这里人们记忆中的味道 观众人对面食的热爱是众所周知的 面粉在当地人的手里可以制作成五花八门 各式各样的点心 这个就是很早一天 这个管众人说这个长寿面 它是从长寿面变成了现在的油炸散 刚才我跟这个大叔说 我说我问您几个问题 您把口罩摘一下 他说不行不行 我们这个要卫生要安全 然后我这紧着劝 我们才到门口 他才答应我们把这个口罩摘下来 对对 怕怕头上戴 口罩不能摘 原家村的人讲究诚信体现在各个方面 食品制作安全卫生 也是他们特别注重的一个方面 隔着纸还感觉它特别烫的 我尝一口 就是你尝一口 酥脆脆脆的特别香 就是你感觉好吃不好吃 好吃好吃 它有那个面香味 面香味 而且它刚出锅的 就感觉这个油香 有那个菜子油味 油香味 对对对 小吃街无疑是原家村最有人气的地方 这家店铺门前排着长长的队 难免让人好奇 这里卖的究竟是什么 一根根金黄的麻花 在油锅里上下翻滚 炸得酥脆时捞起 喜欢口感软嫩的 也可以告知店家 揉搓拧 即使动作娴熟 也赶不上游客抢购的速度 做多少便能卖掉多少 主要是他们做麻花用料好 特别实称 而且价格也便宜 人们多等一些也愿意 原来在原家村 无论是街边的小吃 还是农家乐 用的都是原家村油房里 传统古物法炸出来的菜籽油 把木耗的菜籽以后 放在这锅里整 整上一个小时 把它整实了 整实以后 油的那个香味 这个香气就出来了 要整一个小时呢 整一个小时 过去这种做起来 很通绪很短 这个很麻烦 所以这个很麻烦 那咱这个工具 应该也有很多年了吧 这工具已经多年的 这个油粮 这是清末时期的 漏油粮 已经都一二百年了 这是清末时期的 清末时期的 无法炸油几个步骤下来 往往要花费 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油箱不怕巷子深 人们到原家村 体验过去 关中地区人们的民俗生活 被这种独特炸油方式 吸引来的人 挤满了整个油房 那这得炸多久 这得炸三四四个小时 那您这个油的成本太高了 油的成本高 成本高 这个是 这个漏油粮 本身水率也不高 水率低 但是你这个油 比较沉重 沉香 油的香味好 除了可以亲自体验 感受这种传统的炸油方式 同时人们也可以看到小吃街上用的油是如何炸出来的 这也许就是小吃街 这种方式也是够独特 我看这个工具还挺特别的 我之前没见过 看这上面有两个小孔 要油的时候 这个进油 这个吃气 这个是进油的 这个是吃气的 这个是出气的 对对对 你看当一个恐龙用 油也不好进 气也不好吃 这个是叫什么呀 油葫芦 这一葫芦是多少斤油啊 一斤 原家村过去和周边很多村庄一样 并不特别富裕 现在的原家村 人们开店 买观众特色的小吃 靠着食材地道 价格合理 经营讲诚信 所以西野来体验 这也是原家村发展特别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刚才原家村的村民跟我们说 来到原家村 这家粉汤羊血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而且我发现有一点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们很多的店主呢 都会在门口挂这个店主承诺 看来呢 诚信二字在原家村人的心中 是十分重要的 粉汤羊血的食材其实并不复杂 不要有羊血和粉条 因先羊血鲜嫩光滑 粉条是当地产的红薯粉 浇上几勺果汤 再淋上一勺辣油 色香味俱全的粉汤羊血 即也来了游客 店外的低矮木桌上 大家围坐一圈 吃着热辣浓香的粉汤羊血 格外舒畅 端着这个热乎乎的这一碗汤 我觉得心里也跟着热乎起来了 而且我刚才听这儿的村民说 说现在呢 这是冬天嘛 在外面吃的还会稍微少一点 等到夏天的时候没有板凳 很多人就直接找一块大石头 直接蹲在地上 然后坐在这个外面就开吃了 王创站是原家村第一批回村大学生 经过几年的历练 现在是原家村的村干部 几乎每位村民 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对于他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 这个店是原家村的酸奶店 也是原家村的一个明星产品 基本上每一个来原家村的游客 都会品尝原家村的酸奶 我刚才看见这个 他们拿的那个小瓶子 我想起来了 我逛了这个一上午了 就看见他们每个人手里 几乎都拿着一个 但是这个店的田生 没有这么大的规模 起步的时候是 我们村上有一户村民 家里只养了三头牛 它是从三头牛到现在 一年这个酸奶店 营业额大概三千万 我们是用旅游 让游客觉得 原家村的这种民俗 这种生活方式好 来到原家村 然后觉得原家村的 这个品牌和诚信 觉得产品没问题 我们会有这个产品的 这个加工会带出来 就用三产把二产带动起来 二产的加工会带动 一产的重养殖 它的这个口感特别的细腻 而且它的这个奶味特别的纯 对 我们在过节的时候 一天最多的时候卖五万瓶 就这个酸奶一天能卖五万瓶 那能忙得过来吗 那工作人员都在都在做这个事 都在配合这个 我估计从咱开张一直到晚上 肯定这个人就不能断 就像王窗战所说的 一个小小的酸奶店 一年能买三千万元的酸奶 主要靠的就是诚信 原料新鲜 口感好 价格合理 游客特别喜欢吃 观众一大罐 油泼辣子一道菜 在观众一带 无论是吃面条 吃油饼 还是吃锅盔 仿佛用什么搭配辣子 都理所当然 你像它这个杂辣子 也是本身它的一个加工过程 但是游客来来觉得 这个有意思 因为现在在城市里面 很少能见到这种 所以说也变成一个 就游客觉得一个 好玩的一个看点 我看这后面还有一个 辣子合作社社员名单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辣椒 现在是合作社 它以前起步的时候 只是一个小作坊 有一户村民家里 砸辣子 辣椒做得比较好 后面因为别的群众 跟它的收入稍微有点差距了 所以说我们把它做得好了 成立成合作社 让别的没它收入高的人 可以在里面稍微入点鼓 你看辣椒又带动了 从一户家庭带动了全村人 甚至我们这里面参与的商户 洗脑村民都可以加入 那相当于咱们这儿街上 走两步没准就碰见一个股东 基本上你能看到这里面 从事这个经营的 村上的村民全部都是股东 怪不得呢 刚才我碰见什么小吃啊 我本来想问多少钱 人家第一句都是 欢迎来到原家村 就感觉像我上他们家做客一样 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 现在是村民 现在村民也好 商户也好 把村当家 因为大家现在是一个利益共同期 就是大家都想把它做好 让这个旅游持续 自己也不离开家 不离开土地 不离开左邻右舍的关系 就在自己家里也能挣钱 合作社的目的 是实现村民的共同富裕 这样就是大家把自己 当成了原家村的主人 发挥每一个人的积极性 原家村的店铺 某种意义上来说 都不是个人的 每个店铺 都有好多人投资参股 经营者也是股东之一 每个店铺经营的好坏 与很多村民的切身利益有关 这样每一个村民 都会关心村子的发展 我发现我一路走过来 还有一个事特别有意思 就是就比如说这家 它这个每家每户门口 都会放一个这样的绿箱子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要过一个大的财务 就每一天它的零钱是多少 整天是多少 今天现金收了多少 微信收了多少 整个它这个店 今天的营业额 利润都出来了 这么多家 每一天您都要过一遍账 每一天都过 那这是个大工程 这不会出差错吗 我们是分了两步 在引导村民 要讲诚信 一个是通过原家村的农民学校 给农民讲 我们要做百年的原家村 然后原家村的股份制的这种公司 大家也是个利益共同体 所以说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大家现在把原家村 当成自己家 所以说诚信的问题 我们就自然解决了 所以咱们游客来了 交钱的话 把这个钱统一放到 咱们这个小绿箱子里 然后每天晚上 然后会有人把它收走 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账就公开透明了 账就公开透明 由村上把关 把挣到的每一分钱 分给对应的股东和村民 来原家村休闲旅游 除了小吃街上的观众味道 观众的风俗表演 也是不可错过的 而想要欣赏到地道的表演 午后的老茶馆 是很好的选择 这外面还是有点冷的 一进咱这屋里 这小茶楼又暖和又有感觉 现在在原家村喝茶 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了 夏天是直接熬好的这种茶 冬天是自己熬着茶 为了等水开了之后 然后把这个浮茶 就先磕成这种小块 然后给它放进去 这个茶是需要熬的 浮茶属黑茶 也被称为观中观茶 据说要做出正宗的浮茶 观中气候 精味之水 情人记忆 三者缺一不可 在小吃街大饱口服后 很多人选择来到茶馆里 喝点浮茶 节节油腻的同时 也能暖和身子 歇歇脚 我们这个茶楼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这有一个风香表演 风香表演 对 就是熬茶的师傅 熬茶的时候跟着音乐的节奏 自己创作了一个风香曲 一会儿它就表演了 再过去看看 走 刚才我听您拉这两下 跟这个点儿每下都能卡上 说一说就把这儿变为一种 流行歌节奏的奔奏 有点发到网上 有一个游客跟我说 在半个小时之内 这观中的点儿就达到50万 算到这儿行 来音乐了 走 拿这个吗 这位呢 这走 太棒了 带大哥 鼓鼓掌 带大哥 我有点鼓掌 您是工作人员 还是路过的游客 游客 那您这也太走心了 这听的 上台太高兴了 听了吗 跟大家一块跳下来 不由的就发出内心的了 知道吗 老风香的用处 被原家村人进行了新的解读 在原家村 可以深入其中 感受关中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咱们这个展馆呢 就是把咱们关中当地的 民俗文化 跟咱们的非遗项目结合起来 让大家就是在体验玩耍中 找回已经消失的乡村往事 像咱们中国国家的秤 它是一斤是有十六两的 十六两有 北斗七星 南斗六星 福 陋寿三星 就是如果给顾客称量货物的话 少给一两就是缺福 少给二两就是缺福陋 少给三两就是福陋寿俱缺 就是用道德力量 来约束人们讲诚信 从这个感秤上来体验 体现咱们的传统文化 所以说有句话叫 心里有感秤 对对啊 这个以前秤杆就叫拳 对 它代表 这个就叫横 所以我们其实的权衡 就是秤杆和秤头 对啊 那个大的要实权 对啊 小小的一个 权衡 类壁 对 都在咱们的秤杆上体现了 传统的表演形式流传到当下 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台前 走进幕后 去欣赏 去体验 传统的东西 以这样的方式 让更多人靠近 并产生兴趣 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 好吃 吃小时候东西的 老式的这种好吃 小时候吃这种长大的 这些小时候我们家里的村子 然后也是这种抱出来 那时候也是 就是那么自己摇摇摇 那种感觉 那种喜悦 就是现在体会不到 那些小孩子吃的 都是那种电影院的那种 加奶油的什么 就没有这种原汁原味的 那种粮食的味道了 好吃 点个赞 手动的 半个小时四伯 晚中打到五十万 白天的琴枪小曲 晚上的流行歌曲 传统与时尚 在原家村 究竟能够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 本期《香土》 我们将带您一起走进 陕西省李泉县的 原家村 体验观中的 风土人情 在原家村 还可以发现 很多传统与现代 融合的元素与创意 现如今 原家村很多村民 将自己的房子 改建成了特色民宿 既保留了观中特色 又满足了现代人 对舒适度的要求 因此很受欢迎 很多人利用民宿的底层 建起了农家乐 制作当地特色菜肴 生意红火 王全胜是土生土长的 原家村人 几年前外出经商 如今回到村里 在家门口 做起了自己的小生意 从小吃油泼辣子 裤带面 长大的王全胜 对于观中美食 很有发言权 他的农家乐 主打的就是观中味道 到了这里 就像到了面食的王国 同样的一块面割的 在观中人手里 总能做出 与众不同的美食 这个在咱陕西人眼里 到底算饼还是面呢 这是面嘛 叫搓搓 叫搓搓 就不轻易拿手来在那搓 越搓越吃 吃苦力越紧的 经过一番指导之后 搓出来的这第一根面条 我还是很满意的 还可以吗 还可以还可以 当初怎么想着 开着这个农家乐呢 这就是村子 刚开始小云村子 这个号召嘛 自己在自己家里挣钱嘛 那您以前 在开农家乐之前 是做什么的呀 我在咸阳开过一个 汽车装潢店 开汽车装潢的 咱以前是 对对对 现在改了做农家乐了 对对对 那您这个残意 有没有发挥在 咱这个农家乐身上 我看咱们这个农家乐 还挺好看的 也是您设计的吗 哦 这是这个意思 有一种面食 被当地人 戏称为世界上 最早的方便面 将摊好的煎饼 切成细丝 软棉中带着筋道 可以凉拌 也可以浇汤 这是观众人的 一种独特吃法 家里辣子啊 油啊 酸啊 就是这些东西 再没其他杀 我发现咱们陕西 无论什么东西 加上辣子都会好吃 因为辣子 本身它就是一道菜 原家村的变化 紧跟时代的步伐 但它的观众特色 却也被人们 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此刻呢 天已经黑了下来 但原家村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安静 来到这儿呢 您能看到更多原家村的时尚元素 白天的琴枪小曲 晚上的流行歌曲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给人们带来了更多新的体验和感受 太阳升起 原家村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它身居关中腹地 有着北方豪爽朴实的性格 诚信为本 创新经营 原家村既有关中特色 又不同于传统的关中 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原家村 是多元的 给人以更丰富的印象 成为了人们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当关中乡土气息 遇上了时尚现代元素 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并存 这就是原家村 味蕾的满足 体验的快乐 都是原家村带给人们的感受 冬季来到原家村 感受这里的热情与热闹 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将沿着 休闲农业精品地图路线 带您继续发现更多 乡土之美 这里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 更是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上的休闲果村 各式各样奇特的道具 所谓的瑜伽乐 是个怎样的节目 迪岗村的百年陈家菜 究竟有哪些独特之处 鱼文化节上 鱼庄 鱼骨化 鱼汤饭 让人意想不到的鱼元素 还有哪些 传统的桑鸡鱼汤模式下 人们用怎样的方式 来庆祝鱼儿丰收 桑叶桑果 能做出怎样的创意美味 下期乡土 带您走进迪岗村 看看鱼桑文化下的休闲农业